现在外面所有警察都先进来打死 是不是人要杀我 开枪啊 局长昨天刚看完刘青云的谈判专家 这部电影的细节和反转很多 其中有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 让局长联想到很多年前看过的死亡通知单2 书中有一段关于丁科论局的章节 提出要从源头终止犯罪 而这部电影与这个观点十分相似 要论电影之中谁的境界最高 局长觉得是谢家俊 记得他三年前处理过一起煤气罐爆炸案之后 就主动辞职 再也不做谈判警察 当时刘德华和妻子是一对精神不稳定的边缘人 他们被诊断为没有抚养能力的人 因此他们的孩子被有前人秘密的领养 由于他们一直找不到自己的孩子 就变得越发焦虑 于是最终劫持人质 企图让警方将自己的孩子还回来 最后他们得知孩子平安无事 只是被其他人收养了 就果断放出人质 最终夫妻双方引爆煤气罐自杀而亡 当时这件事对谢家俊打击很大 他认为这些人原本是不用死的 也不该死的 而他作为谈判专家只能解救人质 根本没办法解救这些边缘人 这让他十分难过 于是他就辞去工作 开始从源头治理社会 他的想法和死亡通知单二的丁科很像 从犯罪的源头化解事情发生的因果 如果一个人能掌握一个案件的因果链 只要能在罪恶之花绽放之前将因果链切断 那么犯罪就会被终止 丁科当时是一个破案率100%的警察 他在巅峰时期就隐退幕后 开始从最原始的源头阻止犯罪发生 他当时拿花园的菊花做了一个比喻 他问罗飞 花园里总有那么几株花长得歪歪扭扭 如果你是园丁你会怎么做 是铲除掉那些歪歪扭扭的花 还是将所有正常发育的花铲除 其实那些歪歪扭扭的花株并没有错 它们只是因为正常花侵占了它们跟进的空间 甚至被遮挡了阳光 所以才会长歪的 从这段话能看出 当初刘德华夫妇也是没有错的 他们只是被花园的其他花侵占了生存空间 结果却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他们就像那些歪歪扭扭的菊花 最后还是被园丁无情地铲除了 作为谈判专家的谢家俊 他深知这群人根本没有错 所以他决定从萌芽期 将那些遮挡他们阳光的花挪开 将那些错综复杂的跟径分离 这样那些歪歪扭扭的菊花就不会形成 从这些事件能看出 谢家俊和卓警官虽然都是王牌谈判专家 但是谢家俊比卓子思想高一个境界 所以当他一来到警署大楼 就将一边倒的谈判局势瞬间逆转的有利于警方 甚至逐步击溃卓子的心理防线 其实卓警官也是很聪明的 他知道警局有内奸在陷害自己 所以无论与任何人谈判都有可能遇到内奸 这样自己根本不会得到对方的帮助 最后他选择了一个非警局的局外人 这个人根本不是利益关联方 也不会是内奸 当警方派出黑豹战队强攻时 他已经明白对方知道自己的软肋 那就是自己根本不敢杀人 只是为了给自己找回清白 所以他果断拉出一名人质 将人质推入小黑屋 假装将人质杀死 以向警方证明自己杀人的决心 千万别以为这只是一个小动作 其实这些早已将他的威慑之拉满 他让警方知道了 他不仅能杀死人质 而且有敢杀的决心 所以最后警方再也不敢情绪妄动 当第一轮强攻失败之后 以肥猫为首的警察 才决定与卓瑟继续谈判 他们抓住了卓瑟一心想找回清白的 心理状态 就找来一个人假冒张勇家的线人 其实这个假线人什么也不知道 他却装模作样的说 自己已经找到内戒 从而让卓瑟尔放松警惕 可是卓瑟尔并不是一般的歹徒 他是一个心思缜密 逻辑清楚的人 他将线人的言语与电脑资料对比 最终发现这是一个假线人 于是他再次反客为主 将李俊杰拎出来 并欺诈所有人 说李俊杰已经招供出所有内戒 企图逼所有内奸主动跳出 果然他这个手段是有些用处的 没一会儿暗中观察的光头 发现李俊杰出卖了他们 于是开黑枪将李俊杰击杀 李俊杰也在临死之前 彻底幡然醒悟 将重要证据的隐藏地点告知卓瑟尔 至此案件的思路也变得清晰明了 而在警局的那些内奸早已坐不住了 他们生怕卓瑟尔将证据公布于众 这样他们就都得完蛋 于是他们请求肥猫警长下命令 对卓瑟尔发起总攻 在这期间 谢家俊已经明白警方是要杀人灭口 于是他选择站队卓瑟尔 想帮卓瑟尔从警局逃走 并将证据找出 在最后的撤退过程中 卓瑟尔做得十分完美 他将所有人质安排妥当之后 自己投放了一些闪光弹 将敌人的视野掩盖 而自己趁乱穿上黑豹特战队的衣服 从后门悄悄溜走 他从后门出来之后 就被谢家俊用车接走 两人一路朝健身中心跑去 不过这时他们被光头发现了 并一直被秘密跟踪到健身中心 最后两拨人马再次陷入僵局 其实健身房的证据 根本不足以将他们入行 不过是一些间接证据 于是卓瑟尔再设下一个计 故意打开手机和对讲机 将自己与内奸的谈话 全部转接到肥猫警长那边 内奸的头目高鹤 根本不了解情况 结果被卓瑟尔一步步套出真话 并被坐实口供和证据 最终故事迎来大反转 谈判身份互换 卓瑟尔和戏家俊 两人合力将内奸逼得自杀 这部电影最精彩的地方是 让一个谈判专家被诬陷成罪犯 最后将他一步步逼迫成一个劫持人质的歹徒 从而让警察和凶犯身份互换 以一种反谈判技巧的方式 逐步将警方的内奸寻找出 所以说这是继无双之后 又一部可以震撼人心的港片 也是一部以心理博弈为核心的警匪片 请不吝点赞订阅